- 歡迎收看時間密碼,我是范依華。 今天加選指數開高走高喔,收佔了9286點,上漲67點。 今天量的部分呢,815億,算是一個平均的量,沒有算太多。 不過今天呢,在指數的部分,過前高了耶,這個很非常漂亮的, W底是不是真的已經成型了? 那麼今天在這個OTC中小型個股的部分,稍微好像有一點休息的情況出現了。 到底現階段怎麼掌握呢?我們可以看到今天低潤族群還蠻厲害的,不管是這個南亞科、華亞科還是華邦店喔,今天表現都還不錯。 那麼另外呢,大力光這股王今天依舊非常強勢文創的部分,最近大家很關注,哇今天依舊拉上了漲停板。 那麼現階段來說的話,選股該怎麼來選擇呢? 我們趕快邀請到選人投股的三分醫師林何彥,小彥哥你好。 一瓦好,大家好,我是林何彥。 好,彥哥,低潤真的是喔,真的好像有點要出頭天的感覺。 之前大家說磨來磨去,到底磨到什麼時候? 現在啦,大家觀察到,包括了低潤,本來就有一個這個話題性喔,台速集團好像有要作帳的這個跡象出現了喔。 好,那麼接下來怎麼期待呢?好的,基本面好的股票不怕時間磨,因為利多早晚會引爆。 最近很多基本面強的股票,一檔一檔都在點火,一檔一檔都在攻擊。 上個禮拜六,全世界只有台灣交易而已,成交量355億。 那種量,很多人都認為是已經窒息了。 那也沒辦法,因為全世界只有台灣在交易而已。 可是在禮拜六的行情裡面,好像去四點。 可是裡面已經暗藏玄機。 我們在禮拜六節目裡面特別跟大家談到, 加權指數雖然漲4點而已, 可是台子期在尾盤已經拉到最高點收。 在上禮拜六的時候,禮拜六台子期拉尾盤, 收盤收在9255點,漲28點。 距離前波高9265點,剩差10點而已耶。 禮拜六的時候,加權指數好像去四點而已。 只有台子期竟然尾盤急拉,加上外資進多單的部分, 保持將近快1萬口。 可見得外資壓多單的態勢是沒有變的, 而且立場是相當的堅定。 所以在禮拜六,台子期拉高到距離前波高, 剩10點的時候,就已經告訴你預告, 禮拜一就要衝關了,禮拜一要闖關。 果然間一開盤之後, 加權指數一過關之後, 開始一路大漲。 所以在禮拜六行情裡面已經預告, 禮拜一這個行情將要闖關, 而且要進入大漲。 我今天特別拿計量圖的角度來跟大家談, 這樣你們在看這個踏盤會看得更清楚。 來你看,這是最新的, 今年整個成交量的配置。 你看前波高點在9250,對不對? 大量正好在9230的地方, 沒過去再打回來, 打回來下面的大量支撐在8860, 所以壓回來8826, 守住上來, 守住上來之後, 今天正式突破了9250, 也突破了大量9230, 那你看喔,關鍵就在這個地方, 9230一過之後,這裡是空的, 9230到9390這一代是完全的真空期, 那真空期代表什麼? 真空期代表這裡交易量最小, 那既然交易量最小, 所以它的套牢量也最少, 所以當行情突破9230之後, 將會直衝9390到9455, 因為9390到9230這代是空的, 是沒有套牢的, 所以今天行情9250一過, 為什麼會馬上出現大漲? 原因就在這個地方, 因為往上是一個完全真空的地帶, 所以這個行情會往上拉, 上禮拜也是跟大家講, 我用這個行情會拉高封關, 這個行情一定會拉高封關, 所以記不記得之前, 在12月中的時候, 上禮拜的時候, 這一天跌122點, 很多人都說空頭市場來了, 因為即將破低點, 我還特別跟大家談到, 長黑就是買點, 長黑就是買點, 很多人不相信, 結果果然隔天開高之後, 一路長到現在, 我還特別提醒你們, 沒第二隻腳, 多頭不會給你第二次機會, 多頭不會給你第二次機會, 你要趕快跟上行情, 你看是不是沒下來, 一路上去,對不對, 沒下來一路上去, 就是最清楚啦, 有沒有, 是不是沒有第二隻腳, 一路上去, 所以你一定要養成那個習慣啦, 加權指數沒第二隻腳的, 當低點一來, 確認反轉, 馬上行情就會一路走, 所以當你確認反轉的時候, 第一時間你馬上要進場, 第一時間錯過, 第二時間也要強迫自己, 趕快騎上車, 否則你越等越遠, 越等越回不來, 越等越回不來, 我之前跟大家講過, 每年十二月的下半月, 每年十二月的下半月, 一定有一波行情, 這是歷年都一樣的, 這歷年都一樣, 我們再來看一次, 對, 這個圖我已經講了很久了, 去年十二月份, 先跌後漲, 尤其到最後都拉到最高封關, 一百零一年的十二月, 也是先蹲後跳, 封關也是在最高點, 一百年的十二月, 也是先蹲後跳, 封關也是在高點, 九十九年的十二月, 是從頭漲到尾, 下半月還是繼續漲, 封關也是在最高點, 這個歷年都如此啊, 不是今年, 是每年都一樣, 十二月下半月, 很多人都認為說, 外資去放假, 歐美再過年, 應該沒行情, 我從十二月初就告訴你了, 你要把這個觀念做顛倒, 很多事情, 你們想的, 跟事實不見得是一樣, 事實會說話, 連續八年, 你看,我們繼續看, 就是八年, 也是上半月震盪, 下半月一路走高, 封關在最高點, 光是兩禮拜, 漲了六百八十一點, 九七年也是, 上半月震盪, 尾盤, 最後一個禮拜, 漲了四百五十一點, 封關在最高, 九六年也是先蹲後漲, 十二月的行情, 全部都在下半月, 光是最後兩禮拜, 縮八百六十八點, 宏關學雄關, 九十五年也是, 先蹲後漲, 後面這一段, 漲了六百三十點, 封關也是在最高點, 有沒有, 是不是每年十二月, 最後兩禮拜, 都有大行情, 所以原本很多人告訴你, 十二月, 我只是去辦公室, 沒行情, 還不用算了, 我在十二月時候告訴你了, 在二月, 真的行情是在下半月, 十二月真正的行情, 是在下半月, 尤其, 封關會拉到最高點去封關, 對, 今天禮拜一, 禮拜三封關, 會不會封在最高點, 這行情是如我所預估的, 十二月先蹲後跳, 封關, 以目前狀態來看, 封在高點應該是沒問題的, 只是它會封在什麼地方而已, 會不會去供九千五, 我想那也不重要啦, 畢竟封關也不過是那一天而已, 對不對, 行情只要整個多頭的趨勢沒有變, 開紅盤繼續供也無所謂嘛, 對不對, 開紅盤繼續供也無所謂嘛, 那為什麼, 每年十二月的下半月, 都會有一波行情來拉高封關, 原因在哪裡, 原因就在這裡啊, 我已經說了很多遍了, 法人作帳嘛, 對不對, 最後兩個禮拜, 法人卻一定把他的績效拉到最高點嘛, 讓他的績效呈現出來, 年的報酬率最高, 這個比每一季的作帳都來得更重要, 因為年的作帳, 他要把當年度的績效拉到最高點之後, 以利於新的一年, 他能夠吸引市場更多的資金, 所以為什麼每年十二月下半月都會大漲, 原因就在這個地方嘛, 那既然知道原因了, 是法人作帳的關係, 那你就不能亂買啊, 對不對, 所以跟大家提醒, 你不要看到什麼股票一漲就去追, 很容易一天兩天就沒有了, 一閃好像煙火一樣, 一閃就沒有了, 你看上禮拜, 什麼最強? 太陽能, 對不對, 上禮拜六太陽能最強, 我也是這樣講啊, 對不對, 油價跌市還沒有正式結束, 太陽能只是跌增反彈而已, 你看公元六, 今天台北股市大漲啊, 太陽能反而變大跌了啊, 如果太陽能是完真的, 如果太陽能是完真的, 在上禮拜那個行情, 只要去四點, 新高龍, 三百幾億而已, 他都敢大漲了, 今天台北股市大漲, 太陽能應該怎麼樣, 應該是衝嘛, 應該是要衝嘛, 為什麼台北股市今天一大漲, 太陽能反而全部都會來了, 代表他禮拜六那一天, 那只是跌升反彈而已嘛, 對不對, 只是跌升反彈而已嘛, 所以禮拜六跟大家講, 不要衝, 石油價格還沒跌完, 太陽能不要亂搶, 兩斤不是回來, 是不是印證我說的, 那既然, 十二月的最後兩個禮拜, 是法人作帳, 那交點在哪裡, 就是法人作帳股嘛, 就是法人作帳股嘛, 他一定, 他不會去拉你手那種股票啦, 法人, 不是吃素的啦, 他不會說散戶手中什麼股票, 去拉你的股票, 他一定針對他手中股票最多的部位, 下去拉抬, 那個把它的績效, 拉到最高點, 因為他部位最多嘛, 他持股最多的部位, 他把它拉高, 那個創造績效最快的嘛, 對不對, 所以一直跟大家講, 外資買最多的股票, 我只點名三個而已, 群創友達華雅科, 群創友達華雅科, 在漲的時候, 從八千我漲到九千二, 買一千三百九十億的時候, 群創友達華雅科, 買前五名, 當行情從九千二, 跌到八千九的時候, 跌到八千八十億的時候, 還是群創友達華雅科, 也不照繼續加罵嘛, 連投信也是一樣啊, 群創友達, 對不對, 群創, 內外資看法都一致, 喔, 內外資看法都一致, 所以這兩個禮拜以來, 我一直強調三個股票而已, 我跟他強調三個股票, 就是友達群創華雅科, 我像友達群創大長你們都看到啦, 這不用我再多說, 華雅科倒是大家意見比較多一點, 因為他漲, 漲得比較慢, 走慢, 一個禮拜後, 只有10%而已, 喔, 不像友達群創, 漲停又漲停, 對, 連三九兩天, 那一天漲停一天6%的, 華雅科走的比較慢, 只漲10%而已, 可是我跟大家講過, 我說華雅科隨時會噴出去, 因為他整個底部已經快完成了, 是不是我說中了, 先消息出來啦, 蘋果升級, 低潤缺口擴大, 容量提升一倍, 低潤陷入緊張, 供給陷入緊張, 明年將會先, 再先漲勢, 其實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林合院在節目裡面, 已經講過很多遍了, 我在節目裡面, 已經都講過很多遍了, 你們非得要看到, 報紙消息登出來, 你們差要相信, 那速度就慢了嘛, 對不對, 你們買的成本, 就比別人高了嘛, 另外, 華雅科, 南亞科, 預估今年獲利740億, 這裡面的內容, 裡面一個很重要的, 台幣最近在12月份大貶, 因為台幣貶值的關係, 華雅科第四季的淨力, 會比第三季大幅攀升22%, 我想這個是關鍵啊, 因為原本大家都預估, 第四季的獲利跟第三季差不多, 那沒想到, 台幣貶值的效應之下, 讓華雅科的淨力, 能夠比第三季大幅攀升22%, 一季增加22%是很誇張的, 是很恐怖的, 所以原本預估6塊7到7塊錢的EPS, 也提高到7.28, 你知道光是華雅科今年淨力, 大概會有478億, 這預估值476億, 476億是直逼聯發科啊, 聯發科今年淨力大概480億, 之前我就跟大家講過了嘛, 我之前就講過了, 台積電今年淨力2200億差不多, 紅海今年淨力會超過1000億, 聯發科470億, 我當時估連華雅科大概450億, 比他落差大概差了20億, 結果沒想到台幣升值的關係, 台幣貶值的關係, 台幣貶值華雅科的淨力, 已經要逼近聯發科了, 已經要逼近聯發科了, 這個已經比中華電信的400億, 超過很多, 可是別人本一比都15倍, 16倍,18倍, 為什麼上市會1500家裡面, 獲利百第四名的本一比到6倍而已, 這說得過去嗎? 說不過去嘛, 一年賺476億, 本一比才6倍而已, 所以今天消息一出來之後, 大家又開始唱了, 今天一開高之後, 我們49塊錢再加碼, 我通知我的會員, 持股少的要加碼的, 只要破48塊半, 全部都加碼, 一路拉上來, 最多去到6倍, 最多長到6倍, 空單三萬張, 打到啊, 空單沒有一張信免, 沒有一張空單逃得掉, 全部嘎到, 全部嘎空, 這個圖形多漂亮啊, 喜歡研究技術分析圖形我想, 這個圖形一發出來之後, 你們就看得很清楚, 上升三角形, 好漂亮啊, 今天過四個月來的高點, 今天突破四個月來的高點, 量又出來了, 四個月大底完成, 新的多頭即將開始啟動, 會不會像前波一樣, 前波也是在22塊錢到26塊錢這裡, 整整走了四個月, 走了四個月之後一發動, 你看, 整理四個月對不對, 一二三四, 整理四個月, 漲四個月, 其實這個理論, 就跟什麼, 就跟地震的原理一樣啊, 整理本來就是在收集能量, 整理時間越長, 就像, 你要說一條地震帶有百年強震, 有沒有, 百年強震什麼意思, 就是它一百年來, 已經都沒有發生地震過, 它累進了能量, 到達超大型的能量, 所以到時候只要一發洩出來, 會很恐怖, 所以, 圖形也是一樣, 整理時間短, 發洩出來, 航行走出來, 時間也會短, 那如果整理時間越長, 到時候一發洩出來, 那個時間力道也會越強, 往往整理的時間, 會轉為上漲時間, 之前整理四個月, 發動之後, 也漲了四個月, 那這次又打底了, 一二三四, 這邊, 這邊又打四個月, 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 四個月, 一發動之後, 這剛開始而已, 這才剛開始而已, 會不會像前面這一波, 再漲四個月, 又是一個大波段, 一倍兩倍的漲, 外資也已經超過三十萬張了, 加上康端全部都加到, 這種題材最棒, 你看昨天, 禮拜天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消息, 有一個很重要的消息, 不是這個主標, 這個主標不重要, 裡面的部分, 我把它重點寫出來, 美光獲選為2015年, 美國十大潛力股, 美國上市貴公司, 一兩萬家, 你被獲選為前十大, 那是相當相當不容易, 美光被獲選為美國, 新的一年, 前十大潛力股, 預估明年會漲40%, 美國現在股價已經, 家權指數在歷史高點了, 在歷史高點上面, 個股它要漲40%, 那是很不容易的一個預估, 所以, 美國市場那麼看好美光, 那美光那麼被看好的情況下, 社會做大家誰? 就是華雅科, 所以把人預估, 明年度, 華雅科, 一國看八塊去, 一國看八塊, 是不是被我說中了, 有華雅科的, 跟錦林田彥的腳步喔, 跟錦林田彥的腳步喔, 有空單你要稅理喔, 我一直提醒你, 有空單的你要小心喔, 尤達, 禮拜六, 跌了兩趴, 很多人想說啊, 是不是做完了, 我就跟大家講, 我還是買了一百八十萬張, 怎麼可能拉兩隻停板就放手, 對, 今天是不是又大漲了, 今天又創新高了, 兩個月下來已經46%了, 兩個月來已經去46%了, 有人說, 林田彥的腳步都友達群創, 誰規定股票換來換去的, 這兩個月下來, 友達漲了46%, 你在其他股票怎麼樣換, 不可能有這樣的成績, 好, 不可能有這樣的成績, 群創這一波上來, 也50%了, 今天群創也漲3.2%, 如果每天都一直講友達, 每天都一直講群創, 你看我節目, 你總該跟著買吧, 那你跟著買, 林田彥有在害嗎, 兩隻股票都在今年高點啊, 怎麼樣也害不到你, 你看我節目跟著買的, 全部都賺錢啊, 是不是,全部都賺錢啊, 你看友達這一波上來, 這是舊圖卡, 今天最高來到16.8%, 已經46%了, 外資買超過180萬張, 又加到空床, 現在空床已經4萬幾天了, 已經4萬幾天了, 只空床很危險, 我就一直講, 11塊12塊13塊的股票, 你去空那要做什麼, 你只能扛101塊12塊13塊, 還比較沒意見, 你扛10塊, 你空12塊錢的股票, 你會賺到變王永慶嗎, 不可能啊, 很危險啊, 群創, 第一波51%, 這一波又創新高了, 又30幾%, 你會做差價的, 這中間你不知道可以賺多少, 外資買超過100萬張, 你如果沒辦法做差價, 就算漢漢要剝好了, 就算漢漢要剝, 漢漢要賺多少, 漢漢也賺50%嘛, 100萬漢漢也賺50萬嘛, 你看從7月份行情下來, 9500跌到8500那一段, 多少股票跌3成, 跌5成, 跌7成, 到現在回不去了, 滿山遍野很多, 可是有達群創, 全部創新高, 全部創新高, 所以林泰妍一直跟大家講這兩支股票, 对不对 还是对嘛 我如果每次讲股票都不一样 就在海西啦 一直讲这两支股票 你跟着做的 全部都要大赚啦 这个后面都还有 今天消息也出来啦 大陆厂原本8.5代的 原本说要做电视的尺寸 大尺寸 就因为良率的关系 现在全部转供小尺寸 所以电视面板 价格反而掉不下去 产能过剩问题迎刃而解 友达群创获利 会继续往上攀高 所以今天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友达群创继续去 那很正常的嘛 外资根本没有跑啊 外资还在加码嘛 所以不会那么快下来嘛 是不是 这个行情已经在加速阶段了 今天过9250点 整个行情开始在加速 尖量 坦白说还是不够啦 代表很多人心里面还是有疙瘩 赶快提起信心 赶快跟上脚步 你信心还不够的 直接跟上我 至尊双霸天 我推出这个活动 就是要建立你信心 用一长线跟一短线 来做搭配 尤其短线的部分 两到三天的行情 让你两三天的进账 两三天的进账 能够快速建立你的信心 来累积你的利润 你看我推出来之后 两个月做四个 加起来21% 一百万两个礼拜二十一万 也是很快啊 我们现在 至尊双霸天的短线股 现在锁定这一档 日月光 今天开始动了 日月光也是 今年获利创 历年新高 股价整理 已经五个多月了 即将动 你可以特别注意 我们现在短线股 再锁定这一档 再两天 就要封关了 我们今天推出 年终大特惠 先赚再说活动 我只给15个名额 只有15个名额 来跟我们先赚再说的活动 这上面的意思 打单进来 跟我助理了解一下 稍后还有更多的个股分析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专业性且值得信赖的金融服务 期待能够成为 顾客最忠诚的终身理财帮手 恰寻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只要选择一下 你选择不麻烦 亲生这样就是浪浪 极数设计不做空气 可以用很多次的品质都同样 今天好冷喔 好冷喔今天 快来去 我要趕快出门了 爸爸爸爸 爸爸我先出门了 爸爸 爸爸 我们走 要走了 等我一下 你不要那么赶 可能只有滑度所用 突然冷到不行 滑满 女企业持续移动 在前期的运动最美 好冷很温暖喔 庆祝全球热销 Washley只要8888元起 变形三线八拐点 掌握每次买卖点 丁超临世玉 掌握趋势 适事求是 战胜股市 服务专线 02-7725-9668 02-7725-9668 02-7725-9668 DHC 营养补助食品 机能高效率 在日本超过千万会员 持续回购见证有效 专业健康安全 日本食用率第一 全家庭能上 健康未免和宝座 2766-2000 姐姐妈妈 动起来 DHC 营养补助食品 通通七九折 跨年奇幻首选 邪恶势力步步逼近 掌握命运正面迎战 12月31 第七传人 欢迎欢迎来到时间密码 上行情 这没问题继续啦 净值二十四块钱 现在在那十五块 整个月十六块而已 所以外资不会放手的 友达净值十九块 对 获利创六年来新高 这个价格也不会是十六块啦 你们机会来这里 你们机会来这里 我们拭目以待 这个都是要赚大钱的股票 好 我们的操作 绝对是锁定 高获利高成长低北比 尤其底部的股票 所以就坐盘喔 你看我这套股票 党党都是最安全的 你看今天给会员训 对 短线股日月光 这刚刚看过 对短线股 我们开盘锁定 我们锁定日月光 这也开始在动 另外 利丰 今天利丰也大涨了 好 今天利丰也大涨了 利丰这次 从高点下来跌好升 一年赚一个股本 这个股已经要动了 这是VIP会员做的 150到145布局的 今天来到157 这也会叮咚啊 我今天股票一定很好 包含操纵 6230 导播我们看一下6230操纵 操纵今天表现也不错 6230操纵 今天也涨了3% 4% 今天表现也不错 友达群创 这个就不用讲了 最近你要注意什么 最近行情 你要特别注意证券股 为什么说证券股 因为这一次 大户条款过关之后 受惠最大的指标 就是在证券股 你看证券股本身来说 它是股市最敏感的指标 它靠量吃饭的啦 也就是靠天吃饭的 你看第一次来10256的时候 群遇振来101块 后来股本膨胀之后 第二次再来万点的时候 他来32块 第三次来9800的时候 他来26块 来9200的时候 他来20块 这次9500了 怎么价格在10块钱 代表怎么样 代表因为正所税 跟大户条款的关系 把证券股全部压着 三年来都没叮当嘛 所以大户条款一过关之后 真正的利多 会不会引爆整个行情 就要看证券股的表现 证券股 我现在没时间讲 明天我们来做超级比比 从证券股里面 去挑最会标的股票 这个明天我们再来谈 总而言之 这个行情一定是拉高到封关收 甚至于新的一年 明年一月份 那个攻击的余威还是存在 你要赶快提起信心 赶快跟上脚步 自己信心不足的 自尊双霸天 两支股票就好 一贪钱不用多 一长一短 这样就好 最后三天的封关 年终大特会 先赚再说 15个名额 只限15个名额 有兴趣的 打算进来 跟我们助理联络 好 今天时间密码 感谢您收看 我们明天同于时间再会了 拜拜